苗栗县竹南镇的垃圾焚化厂附近一块荒废长达十年的人工湿地 长期以来无人管理杂草丛生 温内社区发展协会志工呢 后来帮忙整地清淤 历经半年的时间让占定大多达4.5公顷的人工湿地呢 逐渐恢复了生机 也吸引了鸟类鱼类等各式生物回流 展现竹南当地的生态之美 荒废湿地终于重见天日 苗栗县竹南镇长青之三旁 海口人工湿地荒废十余年 杂草丛生无人管理 温内社区发展协会等人齐心整地清淤 历经半年终于完工 重新建客的人工湿地 环境丰美清幽 成为地方新观光亮点 很多志工共同的餐饮 重新把树枝重新再打扫整理 里面也做了很多的标识盘 布置的植物我们重新再布置下去 目前里面的植物 透过调查大概有二十几种 海口人工湿地位于中港西出海口处 临近长青之森 苗栗县垃圾焚化场等处 占地四点五公顷 但常年没人管理 至少十年时间成荒废状态 杂草慢生 社区成员请来怪手清淤 并亲自动手除草整理 费了一番功夫与心力 海口人工湿地近半年整理 今年夏日时节终于重见天日 从长青之森旁步道进入 望远即逝平整移行的青翠绿地 来到苗栗县垃圾焚化场旁 眼前一整片就是人工湿地 可见水泊凌凌 环境十分情犹田净 社区也培训导览志工 欢迎民众造访清零竹南生态之美 联合报张玉珍苗栗报道